每逢假日时刻台中太平通往南投国信的136线道 那么吸引了不少热爱速度感骑士在这儿骑车狂飙 但是也因此意外频传 普通的前友车速照相告示牌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当地居民干脆立了这样子的山寨版告示牌 写着土地公哦 土地公没塞这个车速哦 所以要大家注意一下拜神的行人 想不到效果超好 一个月来事故就减少了好几成 重机骑士呼啸而过 快速在台136线道山路绑腰 这条山路在假日好天气的时候 常常吸引许多重机骑士聚集玩车 不过就有骑士发现一个超级CUSO的告示牌 画面上头写着土地公博在测速注意拜神的行人 你没看错眼花是为了让大家放闷脚步 地方单位才会CUSO幽默一下 那个告示牌都是前有测速嘛 这个前有土地公请减速卖行还不太好 就是前面就说有照相机嘛 就会怕拍拔 可是他们说土地公会监视你 所以就觉得还蛮有趣 比对一下一般的测速警示牌 上头的黄底黑子是前有测速照相 而这个土地公告示牌却幽默的写上 土地公博在测速注意拜神的行人 当地村长也说这个牌子一立出来 山区车祸意外明显减少 一三六线道往台中山区道路过宽 够比值因此藏有时空酿过的意外传出 这告示牌往前不到一百公尺 就有一间土地公庙坐镇保佑 也让路过骑士看了这块告示牌 还是放慢车速比较安全 中间新闻南投魏绍宇采访报导